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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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假和误导性陈述 包括声称已在香港持牌 又未经与上市公司合作申领牌照 但其实相关合作已终止 亦未曾向证监会申请牌照 透过网红和场外走换店 积极推广平台服务和产品 又由税投资者交出类似户口密码的加密货币私约 便相可以控制用户资产 他们亦由税投资者购买平台发行的JPC虚尔币 但这款虚尔币不能在其他平台交易 亦不能用作支付相关费用 只可以作为定期存款搬的职压 即是一定年期后获得声称的高回报 加上现在用户未能提取资产 警方认为JPAC是经干犯串谋诈骗 又形容被捕的八个人 也即是包括林作和陈怡 全部来自同一个集团有详细分工 其实一直查的时候 都是看合理性和卖的人 究竟知不知情 因为他们不仅仅代理JPAC的JPC 但他们看到JPC的特性 根本的流动性那么低 也根本是不值钱 究竟他们去销售的时间 会不会都已经去加上JPAC 去骗投资者呢? 迟于案件转脑 警方说仍然在追查 暂时损失金额最大的一中 涉及4000万的入金 不少投资者都无经验 我们看到案件的损失金额 和涉案的受害人的数目 都是惊人的 情况是令人诈舌 麻木地相信了一些所谓 投资的权威 例如是一些自称投资的达人 或者是一些投资的大师 他们根本是没有为自己的投资产品 做过任何的功课 或者是风险评估的 涉案的虚拟平台声称 某部分的投资产品是没有风险 以及有极高的回报 可以说是难以置信 警方暂时冻结诈骗集团 6700万资产 包括三个物业 正是考虑是否充公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无先知记者 扎威明到 证监会去年已经将JPEX列为可疑名单 直到上个星期才转介警方跟进 对于外界质疑 为什么不一早执法 证监会解释 当时仍然未修例 未有权力 又承认今次涉案 多间虚拟货币找换店 不是他们规管 有专家认为是漏洞 今次JPEX事件 外界也关注证监会的介入是否太事 证监会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早在2017年 已经密切留意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举动 去年发现JPEX的经营手法有可疑 但是由于未修例 未有权力 只能将它列为可疑名单 又说修例6月1日生效之前 即是5月下旬 先后两次要求虚拟资产交易所 如果无意申领牌照 需要有罪结束 但是留意到修例生效之后 JPEX仍然积极推广 上个月不点名批评 去到上星期再公开事件 出了这个8月7日的声明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JPEX 是变本加厉地去违规销售的 所以我们就在9月13日 就发出警告的 调查真的需要少少时间的 我们已经是很着手去调查的 也都见到它这样的积极推广的手法 我们都是特别紧张的 所以我们是用尽全力去调查 一见到可能有可疑的怀疑是诈骗的 我们已经随即转介了给警方 他说公开事件之后 也都已经去信多个网红 和虚拟货币找换店负责人 包括后来被捕人士 要求他们停止宣传 对于现时证监会 只是列出获发牌的交易平台 业界建议应该同时列明 哪些平台正申请牌照 证监会说不可行 不是挺恰当的 因为我们怕 放了一个这样的名单 上去我们的网页 投资者就不以为 这些申请牌照的交易平台 是可信賴的 是已经受监管的 麻烦去用有持牌的交易平台上去做交易 其他一概申请中 会不会被接纳 会不会被我们不获发牌的话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在一个有受监管 拿了我们正监会牌的交易平台上做交易 这次案件涉及多间虚拟货币找换店负责人被捕 这些找换店主要让投资者 将虚拟货币兑换成现金 有专家说现钞找换店由海关规管 但是虚拟货币找换店规管就有灰色地带 这些是一个commodity来的 即是商品来的 商品就不是金钱 去到找换店用港币现金去买USDT 在这个海关的眼中 其实等同你去这些找换店买一包薯片 是没有分别的 这样的情况下 MSO这条法例 在目前就监管不了这些找换店 是去做买卖虚拟资产 SFC去监管的 又不适用于现在这些找换店 现在这是一个真空 他建议政府应该尽快修例以堵塞流动 毛泽子记者一流进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JPEX案反映监管制度的重要 不担心影响投资者信心 有持牌交易平台 希望今次行动规范行业正当发展 JPEX事件急速发展一星期 揭发过千人有份投资 涉款达到12亿 警方暂时已串谋欺诈调查 对于JPEX星期一说 仍然会继续运作 有没有方法可以应对 警方就说留意到平台 早前已经宣布暂停新交易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主动提到关注JPEX事件 被问到事件会不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他这样回应 这些平台的存在 包括在海外的人 包括在我们发牌制度之前的人 确保公众去充分掌握 这些资产的风险和运作的情况 我们的发牌制度 最主要是确保到 在我们发牌受监管的平台 对投资有充分的保障 这些包括他所保管投资的钱 和他公司营运的钱要分开 亦都要确保他的负债能力 是受到我们的监管限制 目前只有两间持败交易平台 其中一间认为当局今次的执法行动 为行业规范立先例 希望随着今次这个执法行动 我们看到更加有明显的清理市场状况 即市场上可以清理多些坏分子 那违规的平台 不多不少都会看到 有个市场上整合的现象 希望可以看到 即香港暴露大众 不要再被一些非法 或者违规的平台 当作是提款机 业界立法会议员也说 不担心事件影响新兴行业发展 更加应该通过今次的事件 传递信息给大家 其实非法 或者有些真的 我们很明显看到 比如传销类的产品 我们要一早通知市民 叫大家去小心 不过到底有多少交易平台 符合过渡期规定 正是申请发牌 以至全港虚拟货币走换店有多少 当局说未能提供 无线飞机者 留传续报道 英国政府发表香港半年报告 批评中方 未有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特区政府表现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强调报告言论失实抹黑 特区政府发言人批评 英方通过所谓半年报告 就香港事务颠倒是非 说三倒四 以政治凌嫁依法施政的伎俩 早已超然若揭 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再致强烈敦促英方认清事实 进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干涉 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又反驳报告 对重塑区议会的错误理解 说任何将区议会说成是香港民主进程一部分 都是完全曲解《基本法》的原意 又说强烈不满英国对香港国安法实施 令广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复正常 仍伤环境恢复的实况熟视无睹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日揭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为了有效解决全球挑战 他倡议改革联合国安理会 美国总统拜登就重申 无意和中国脱勾 愿意就气候等议题合作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以及重新设计全球金融体系 否则国际社会无法应对挑战 世界可能出现团裂 自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说到美中关系 重新美方无意和中国脱勾 愿意就气候等议题合作 我们寻找贷重力管理合作 而不断关系 我们亦希望能够拯救 我说我们是否要断拯 而非和中国的关系 早前有白宮官員說拜登有意推動擴大安利會的規模 將目前由中、英、美、法、俄五國組成的常任理事國 增加去到十或者十一國 可能被印度、巴西、南非、還有德國以及日本加入 內地環球網報道 俄羅斯外交部曾經說增加聯合國安利會當中 已經被過度代表西方國家的數量不會令它更加民主 也不會創造更公平的國際事務體系 又說德國和日本同屬以戰戰敗國 尋求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是完全沒有依據 外界關注相關國家一旦入場 俄羅斯可能行使否決權 無線電視機仔梁永山報道 先讓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 先看看財經消息 美國股市下跌 道瓊施工業平均指數跌超過200點 道瓊施工業平均指數 報34362點跌262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23點跌29點 聯邦儲備局一連兩日貨幣政策會議展開 市場預計利率將會處於高水平多一段時間 美國國負債券知識率上升加上油價上漲 美股受影響 開市道指跌52點 其後跌幅擴大 下午早段跌接近300點 看看歐洲股市 巴黎卡指數升5點 德國DEX指數跌62點 其他消息 內地金價近期持續做好 民間黃金交易量大增 有商戶表示 單日最高回收價值近千萬元人民幣的黃金 有專家提醒民眾 不要貿然買賣金色作投資 深圳水貝市場 是內地最大的黃金珠寶交易集中地 受惠於近期內地金價大幅上升 不少民眾來賣金套現 有回收黃金的商戶說 近兩個月的回收量按月增加兩成 一日最高回收價值近一千萬元人民幣的黃金 我們平時收到的大概一天是十幾公斤的量 現在我們因為業務量的增長 我們現在大概一天大概要用三十公斤左右 內地傳媒報導 部分黃金品牌專門店只換不收 立即暫停回收黃金 改為扣除折扣費之後 按現有金價 被民眾換等值的黃金產品 金價高企吸引不少人買金投資 但有專家就提醒民眾 需要考慮風險承受能力等的因素 它說美元和我們本幣的影響也會比較大 它會有市場的風險在 所以對於我們的消費者而言 對於我們的投資者而言 建議還是謹慎入局 他又說臨近年尾分慶活動多 也都會帶動對金色的需求 但相信金價漲幅會逐步回穩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怡報導 深港一卡通開售近三個星期 至今買出約6000張 有組織認為應該推出更多跨境支付新方式 才可以真正便利港人在內地消費 鍾薛希在深圳了解過 結合八達通和深圳通的深港一卡通 通行包括大灣區等 三百二十七個內地城市的公共交通 卡裏面有港幣和人民幣兩個銀包 但是只能夠在深圳那邊買 包括羅湖和福田等口岸附近的 地鐵站客務中心 這張卡有先刺嗎 都可以用 這張深港一卡通是無額的 我們在客務中心那裡 用68元人民幣買完之後 要再增值至少50元人民幣 才可以馬上用到 方便我們那些不懂大陸交通措施的人 不懂搶錢那些 亦都沒有Alipay、WeChat那些人 那些APP上面那些都很方便的 不用另外買一張卡 那手機不會很輕易地不見了 而且它還有成本 還要付成本卡的費用 我覺得就不值 有深圳的居民就說 這張卡方便南下去到香港消費 排隊買那些地鐵那些卡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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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有這些就不用排隊了 去買那些 增值的話要在深圳地鐵站那裡辦理 或者透過深圳通手機應用程式 但要有內地的手提電話 和銀行戶口 對於長者來說也都不花算 我們都不用錢搭車 如果我回到佛山廣州的話 就用一張當地市政府發給我們的優惠卡就可以了 這張卡在香港可以當八達通消費 在內地又行不行 這個可以用嗎 這個不行 深圳通公司就說 發行近三個星期賣出大概6000張卡 有關注組織就認為 相比每日有幾十萬香港人北上 這張卡不算受歡迎 深圳發改委近日宣佈 方便港人北上消費措施 包括完善跨境支付 組織就希望能夠推動政府和商界思考 怎樣才能夠真正便利香港人 如果純粹只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支付 我想就不符合到未來的趨勢和需要 我們希望在一卡通的基礎上面 可以開拓到更多不同的支付範疇 他又說用回鄉證 在大灣區以外的城市坐高鐵等 驗飛的程序仍然繁複 期望當局正視 無線電視機就在鍾卓希 在深圳報道 大家好,我是陳雨喬 本港失業率維持在2.8% 繼續近乎全民就業 香港夜繁紛加上節日旺季 有餐飲和零售業計劃 面對請人難 會繼續靠招聘兼職 填補人手控權 本港整體失業情況 和上個月公佈的商約 6月至8月失業率維持2.8% 失業人數大約11萬2千人 只是多了400人 政府形容各行業的失業率 普遍維持在低水平 和旅遊相關的零售業 微升0.1% 去到3.4% 餐飲服務活動業 失業率下跌0.2% 去到4.1% 住宿服務業都未跌至2.6% 其他行業失業率也下跌 建造業、運輸業和保險業 都下跌了0.3% 就業不足率就未跌至1% 跌至38,900人 當局說 港港旅遊業和本地消費持續復甦 應該在未來幾個月 繼續支持勞工時長 幾乎全民就業 加上夜繽紛上馬 有飲食業僱主估計 短期都繼續難請人 留免員工 我們有很多店舖經常說 步兵私領 可能有四、五個經理 但可能只有幾個貨機 第一 我們一定要找同事 找兼職 或者有些同事 願意收多些薪金 然後去做一些OT 我們平時經常說OT 或者假期調整 將假期可能延後一點 這段時間 大家都明白 都想配合成很搞好的事 當局曾經說 要適應受課員等的人手 可以經優化補充勞工計劃 但是有業界說 趕不及應付旺季 聖誕節 甚至是六年 這些節日 其實他們都需要一個人手 他們都可能經過申請 審批 可能都會是半年 大致上半年左右才來到 其實正正已經過了最枉的時期 工會建議雇主用請外勞的預算 增加本地僱員的人工 吸引人入行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有調查顯示 仍然有四成七的僱主計劃第四季增聘人手 但是經濟環境不明朗 故事傾向招聘臨時工應付需求 有人力資源公司在七月份訪問 本港510名僱主 有四成七受訪者表示 計劃第四季增聘人手 按規持平 表示會減少人手的就有一成七 比上季調查增加三個百分點 有三成三僱主就表示 會維持員工的數目不變 負責調查的機構表示 雖然勞工市場持續改善 但全球經濟復甦放緩 多國央行加息和地緣局勢緊張等 不穩定因素影響 令到僱主招聘較上季謹慎 亦都有僱主傾向招聘臨時工 以應付需求 始終現在請人是比較難的 人財短缺也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亦都會有四成半的僱主 表示他們會增聘臨時工 大環境、經濟復甦、利率上升、金融狀況 我們看到有收緊的影響 我們看到都會影響他們比較謹慎 各行業當中 通訊媒體業的就業展望指數最高 反應有較多的企業計劃增併 而有八成八的機構表示 請不到合適的通訊媒體業人才 就業展望指數最低的是消費品和服務業 比對上一季大幅下跌11個百分點 調查機構相信 主要是由於疫情之後 市民的消費模式改變 餐飲和夜間消費 仍然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認為政府要舉辦更多的城市 吸引旅客來港和帶動市民外出消費 無線電視記者吳杰晶輝道 行政掌官李家超宣布 政府和各工營機構和商界 10月1日國慶推出多項優惠 涵蓋娛樂、餐飲和交通 包括半駕體器和小童八達通免費乘車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四周年國慶 除了會復辦維港煙花會演 還有一系列優惠 交通方面 乘搭電車、輕鐵免費 佔沙咀來往灣仔、北角志、觀塘、啟德 這兩條道輪行線也免費 小童池八達通可以免費乘搭港鐵 除了涵蓋本地線 也可以到羅湖、洛馬州過境 乘搭九巴、龍雲一間路線也免費 當日到全港六十間戲院看電影半價買票 過千間食市指定菜式或餐飲提供折扣優惠 魚類梳菜統營處的本地魚菜直送網店 和全灣實體店指定產品七四折 不同商場、街市也會推出救物優惠 康民處核客的室內和戶外設施 和公眾泳池等多項設施免費使用 太空館常設展覽、科學館常設和專題展覽 及濕地公園也免費入場 而陸在區區回收點 在下個月一日到二日會有六倍或者額外積分 國慶是舉國歡騰的大日子 我感謝社會各界大力響應 推動多項優惠和活動 我鼓勵市民踴躍參與 過一個開心、猶豫快的國慶日 另外,政府推出香港夜繽紛 李家超說夜間人流開始增加 相信各行業會發揮創意 繼續推出特色活動配合 無線電視記者藍豪傑報道 下個星期中秋、國慶長假、港鐵大部分路線 中秋至當晚會通宵行駛 下個星期五,除了過境路線 以及機場快線和迪士尼線 本地路線會通宵行駛 七條輕鐵線也會通宵服務 而由當日下午三點鐘起 會提早實行晚上繁忙時段班次 港島、荃灣、軍塘和將軍澳線 將會加密至到約兩分鐘一班車 另外,十一國慶日也會加強服務 29日至下個月的2日一連4日 將會額外增加近900班列車 有貨創公司和非專營巴士公司合作 星期五起在蘭桂坊試行免費網約巴士服務 接載通宵的消遣人士 夜繁紛啟動 但考慮到通宵交通的選擇 不少人可能會趕尾班車回去 由本地創科公司創立網約非專營巴士平台 比晚歸一續多一個選擇 用家可以自定目的地 平台在收集預約之後 回頭過人工智能按需求制定行車路線 平台線和蘭桂坊的酒吧業界合作 星期五開始試行一個月 酒吧顧客到時可以經應用程式 預約巴士回去北角、將軍澳、旺角、尖沙咀和紅磡 其實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交通 其實一直都是缺乏了中間的部分 但其實我們中間一直以來都是有一個 叫做旅遊巴的一個存在 由27、28座到49座到60座 為何不可以透過一個合規合法的情況下 去用很多旅遊巴業界 它們一些underutilized resources 試行期間免費承搭 原因是受限於現行的規例 非專營巴士不能個別向乘客收取車費 計劃等同是酒吧業包車 不過酒吧顧客玩得多晚 人數有多少都比較浮宕 服務成本會不會很難預算呢 現行我們都有一個限制 就是我們可能說的是最少都要一天前 一天前我們才可以趕得及去group到大家的需求 再跟營運商那邊去安排去 deliver 相關的service 想令到多些人知道原來香港是可以有這種service 想大家出多些野街 所以我們現階段這個trial 其實是無限的人數的 無論是兩個、三個 我們都會去做 運輸及物流局年底 將會展開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 研究引進案需求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務模式 他們希望當局盡快修例配合時宜 而旅遊業界就希望服務日後 能夠逐步擴展成為旅遊產品 比自由行旅客行程更加巨蛋性 無線電視記者現在顯得到 轉體下財經消息 美國股市下跌 道瓶施工業平均指數跌超過200點 道瓶施工業平均指數報34,326點跌298點 標準普遍500指數報4419點跌34點 聯邦儲備局一連兩日貨幣政策會議展開 市場預計利率將會處於高水平多一段時間 美國國庫債券知識率上升 加上油價上漲 美股受影響 開始導致跌52點 其後跌幅擴大 下午早段跌接近300點 看看歐股的表現 巴黎卡指數升5點 德國Dex指數跌62點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消息 旅逐新聞時間 首次有工廠大廈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預計在下年的第三季員工提供166個單位 最便宜的月租而前問 計劃改建的是位於油塘東原街的大業 製造廠工業大廈樓高六層 現在有多間建材公司製造廠等等 有工人說會陸續搬走 這裏近港鐵油塘站 鄰近商場也都有巴士總站 非政府組織要有光改建為過渡性房屋光下 提供大約166個單位 大約560人入住 每個單位都附設洗手間、浴室和煮食空間 租金2000至5000元不等 明年第一季動工,第三季落成 不過以我們所知 將工廠改裝做住宅 其中一個以往最大的困難就是採缸 但我們這裏民業比較幸運 它比較三肩都是窗 所以採缸的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要有光說改裝工程絕大部分在樓宇內部進行 不會對附近產生滋擾 完工之後也不會影響附近樓宇的景觀 政府組在2018年已經提出工廈 改建為過渡性房屋的舊師 業主可獲免保地價 但是要以低於市價出租 2020年批出官堂紅塘道第一個工廈改裝項目 但是最終因為業主和營運機構 在租金、租期等問題未達協議項目告出 這次很幸運可以盛視是因為一個私人時事基金 擁有這個物業 它就將這個物業 以一個一元的像正式租金租給我們 我們和業主已經有協議 我們可以用最少五年 可不可以多過五年 反而我們不擔心 最主要是取決於政府會不會給我們可以用多過五年 項目已經獲得房屋局支助9,130萬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瑜報導 諾詩會發表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說本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建議政府每年調整一次發定最低工資 並引入生活工資的概念 防疫措施年初結束 經濟活動逐漸復償 不過貧窮狀況未有改善 諾詩會發表最新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說今年第一季貧窮率達到20% 有超過136萬人處於貧窮狀態 貧窮差距也由2019年疫情前的34.3倍 加劇至57.7倍 諾詩會說反映經濟復甦兩極化 高收入家庭受惠 但是低收入家庭就要面臨新的挑戰 政府都做了不同形式的支援 那時其實都有很多一次性的基金 一次性的撥款 其實是支援貧窮家庭 其實這個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疫情過後這些就沒有了 這些是取消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貧窮率 立即就上升了 這些種種的挑戰 或者是種種的困難 其實令到這些貧窮階層 就算在疫情之後 它的恢復程度 恢復的速度 其實都是非常緩慢 報告也都指出 在職貧窮人口有21萬 六成有全職工作 比例最高的是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 每10個人就有一個人 處於在職貧窮 樂師會認為 貧窮現象已經響起警號 建議每年調整最低工資 除了追上通脹水平 也都要推廣生活工資 生活工資的概念 就是我們和大學合作了 計算家庭 如果他要有一個體面的生活 包括可能他有一個合理的住宿 要吃 或者他要去應付一些醫療的緊急費用 工資可以保障到一個體面的生活水平 我們計算過最少要60個月 樂師會建議加強托兒等的服務 協助婦女就業 並且推動虛市以及社區經濟 托闊基層人士的收入來源 無線電視機者鄧仲陽報導 迪士尼樂園門票今天起加價 並且折四級收費 新增最繁忙特定日子門票 迪士尼說 即是年內最繁忙的特定日子 或者季節 成人即12至64歲 票價是879元 小童的票價是659元 高峰日子、特定高峰日子 門票亦都加價 成人分別增加至到719和799元 增幅近3%和約5% 普通日子 票價就維持不變 成人和小童分別是639元和475元 年票方面 成人和小童票價最貴分別去到4678 和3368元 迪士尼解釋 新增一級的收費 有助進一步分散需求 提供更好體驗 內地旅遊市場 逐步恢復至疫情之前的水平 由租車平台顯示 中秋國慶黃金周八日假期 訂單按年增加兩倍 廣州有酒樓說 中秋團圓飯首輪訂座已經滿額 內地今年中秋節和十一國慶合併放假 多項旅遊產品預訂量 遠超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央視報道 綜合多個平台數據 熱門酒店的預訂量比2019年同期多5倍 按城市分布的話 北京的酒店預訂量比疫情前多出5.4倍 杭州、武漢也超過4倍 由於國慶期間 七個座位或以下的小型客車免費通行高速公路 不少民眾就選擇自駕遊 由內地租車平台數據顯示 黃金周八日假期租車預訂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兩倍 和2019年比較也高出三成 廣州由酒樓上個月起已經開放中秋團圓飯家 訂了服務 那什麼時候去最佳上雨時間呢 內地有天文專家就說 月亮最遠是農曆15的埃曼 但只有東北部東部沿海部分地區看到 而月上中天即是月亮升得最高最光的時候 就是下個星期六凌晨零時30分左右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兒報道 內地第一艘國產大型郵輪 愛達摩都號 將會在明年的1月1號 從上海吳松口國際郵輪港啟航 首航船票今天起公開發售 官網顯示 最早出發的航線是五日四夜 由上海出發 途經南韓濟州西龜浦 日本長期 收費是2804元人民幣 外達摩都號提供2125間豪華客房和套房 最多接載5246個旅客 船上亦都會提供5G網絡 營運商表示 外達摩都號首階段 主力上海至東北亞航線 之後將會部署前往中國至東南亞國家 海上絲綢之路等中長航線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 印度政府涉嫌在加拿大領土 殺害一個加拿大石克教領袖 批評是侵犯加拿大主權 不能夠接受 印度就反駁加拿大的指控荒謬和有動機 兩國互相驅逐外交人員抗議 本身是加拿大公民的石克教領袖尼賈爾 6月18日在卑斯省蘇里一間石克教廟外 遭到開槍擊斃 尼賈爾去年6月遭印度國安機構通緝 說他涉嫌策劃在旁者普邦發動襲擊 尼賈爾否認有關指控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星期一向國會交代尼賈爾被殺事件 茅頭直指印度政府 表明會追究到底 在過去幾個星期 加拿大保障公司 都在行為 有信心的報告 對印度政府和加拿大保障公司 和加拿大保障公司 Hardeep Singh Nijjar 任何一個國安保障公司 在加拿大保障公司 在加拿大保障公司 是我們的權利益 杜魯多強烈要求印度政府和加拿大合作 查明事件的真相 又說事態嚴重 會就事件和盟友緊密合作 加拿大在印度旁者普邦以外 石黑教人口最多的國家 爭取獨立建國的石黑教徒 多次在加拿大發起反印度政府的示威 引來印度不滿 印度外交部發聲明會應尼解爾被殺 說家方的指控荒謬和有動機 強調總理莫迪已經向杜魯多否認事件 印方早前又說 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 莫迪就在加拿大發生針對印度的抗議事件 向杜魯多提出嚴重關切 今次的事件令到加拿大和印度的關係進一步緊張 加拿大外長趙美蘭宣布驅逐印度駐加拿大的情報首長 印度外交部之後就傳召加拿大駐印度高級專員馬海 說限令加方一個外交人員五日之內離境 而早前兩國已經宣布暫停去年重啟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加拿大貿易部長也押後率領商界代表團訪認的行程 無聲電視記者楊潔宜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